為了組織黑白的本社的外風進入江議官 江議官檢驗黨委開動到環保局 七位齊齊的一套宅在台北十二山當中露燈 插到一台飛發財運費器物的大卡車 大卡車的事件中 面臨到一檔以上五檔以下的有機道行 而且他的卡車也會比雜口 江議官環保局表示 江議官憲害鄉定用一匹在一劫農地桌 台北十二山一劫一山開通後交通便利 行為不少集資金投費投 或者是蓋地費器物的目標 為了導致違法外風 江議官警察局跟環保局連處加強插機 除了在這区整體鑑識器 現無頂時無頂點在各重要路口加強拉查科技插量 迫住金婚教當舊分組所 七個早上在台北十二山當舊路段 或現一台科技插量 立即通報環保局整奧 當中插下一台飛發財運費器物的議員車 事件原本不輕套勞飛器物的來源以及去處 因為警察當人以及環保局客家園 九號檬檬檬 將他公出飛器物來自婚人員 客家人員認定為疑似飛發汽地插量 將屬於二山地檢修進班 或是將對著背後支出價 以發嚴賓 衛生局長項目標是 環保局將持續加警察局加強揮發起地揮機物 擦去工作 除了土地使用錢、管理錢以及所有人 省進土地管理機械 加增減速器、加強損失 也就是其他可行性風財修 用中收貨加衡 星星新聞很開心 該一關採控播登 清晨 從海拔三千公尺 穿越到海平面 喚醒北緯二十三度半 啞熱帶氣候的嘉義 泉水灌溉 透氣土壤 風沛水氣滋養生長 雲霧笼罩 低溫所香 遠近馳名的阿里山 是甘醇美味的沟山茶 而初淚拔催 一支獨秀 是頑固的阿拉比卡 今年在陽光洗禮下 讓新的夥伴找到更適合的家 激光哈密瓜 這份不其而已的驚喜 是嘉義與大自然 掀出最美的心意 我一直在尋著改變養兒的模式 環境空氣的挑戰 我也不想污染到這片土地 養兒就像我們在養自己的小孩一樣 以前有一首歌叫做 鵝鵝氣滋波 就在讓它自然的環境中 讓它悠遊的成長 鳳梨 瑞溫茶藥 產生的果實品質會比較好 如果我們不大需要用藥物 它就能長得很好 我希望把鳳梨打造成嘉義 這塊土地的文化性格 一草一木每一個生命 我都把它當成我自己的小孩子 搬著在照顧 有沒有用藥就會涉及到 它是不是殘留 那零用藥就是 我都完全沒有 那是不一樣的精神 我家門前有小河 後面有三坡 三坡上面野花朵 鵝鵝許旅坡